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羊目在2020年3月去世之后就开始进行 终于用这种方式帮我们留下了羊目这位重要的诗人文学家 甚至是学者思想家 他在台湾所留下来的这些重要的作品 我们今天羊目同时为大家介绍羊目拳击其中的一种方式 是我为大家从羊目一生当中正式发表超过600首的诗当中 精选出十首来 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了八首诗 其中我选的第八首诗 那是二连作 包括了富士立无席1983 以及仰望木瓜山1995 我把这两首诗并列当作是一首的上下两却 不只可以并读 而且真的是应该要一气相续读下来 这两首诗创作的时间相隔12年 从1983到1995 不过羊目自己明确的是把这两首诗当作紧密连作来写的 明确的证据是在他1996年1月10日写给亚璇 亚璇当时是联合复刊的主编 在这封信里 也就是附随着仰望的诗稿 寄给亚璇的信 他就说 木瓜山在寿丰乡 及叶不容老家往西看的地方 也就是东华校园 就可以仰望的大山事业 11年 其实他算错了 应该是12年前 你发起我们一同去泰鲁阁闻山温泉 闻了台北之后 我就写了辅士立物系1983 与此作可以对称来看 他甚至特别在信后面有一个富裕PS 就是希望亚璇可以安排 让仰望在联合复刊上发表的时候 采用和辅士当年一样 版面上一条左右跨过的样子 如此安排有诗的道理 俯视和仰望都有英文的隐言典故在前 然后就展开了完全不分段 长篇滔滔 夹序夹义 而且都来回内在自我和外在自然的对话 建杂着惊喜不同时间的交错 因此就必须要一起合成 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 接着来为大家介绍我所选的地轴寿诗诗 标题叫做论诗诗 杨慕他的诗作有一项特色 那是高度的戏剧性张力 尤其是由角色声音 所形成的展演风格 早年他曾经写过 这是临冲夜奔三则 每则有不同的声音 也就是采取了不同角色的观点 另外 杨慕也曾经在他的诗作当中 化身为无缝 妙裕 正玄 甚至淡丁 借由各个突出的character 这既是个性 也是人物 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杰作 到了创作晚期 杨慕就用隐性的两个角色对话 写成了论诗诗 这形式上单数段和双数段 确切为两种不同的声音 然而乍看之下 并不容易分辨出角色的差异 必须要细致的体会 才能够了解区别两者的意义 这首诗我们可以假想 它的单数段是角色A的声音 然后时间由此抽象恢复 为具象的示意 远近纷纷成型解体 或者当我蓄意论述 乃于意识大一层个性分离 个性分离 因而分离出双数段 我们可以称之为 这是角色B 不过显然这角色B 是从原来的角色A 分裂出来的 我们就要看第二段 这是角色B的声音 确确就是因为 让习某日近午 你看众数单于各自浓密的音 鸟雀不炫 天上没有一丝浮云 困顿思索 哲学靠近神权的范畴 宇宙赫然为你的独断 终止运行 再回到角色A 进入到了第三段 在坐标纸上 起初它停滞不前 并且放任观念空间 展开直到无限的无限 我搏击刹那 以数字循环计量 再到角色B 第四段 数量 其实最堪复案的 应该还是你体会心得的 诗学原理 生物融故如何 借适宜的应不含 异想表达 当然浮游寄生浩瀚 相对的你 当然浮游寄生浩瀚 相对的 你设想不错 永恒于一顺 第五段 角色A 我厌倦了证据究极 举例以小欲大 等等修辞言识的技巧 和信念 恐怕书写 未了 势头已经冷却为月异 再到第六段 又出现了角色B的声音 追寻搜索 综横大地 甚至于水国 太空 为敏锐的心智 直射时刻 变动中的音色 内在风景 从而定位 里外 情景交融互谱 永恒 是你自 时间切割下的天空 再到第七段 仍然回到了 角色A 何况言语永远不能代义 通过比喻和象征 有时纵然传神 我为生疏地掌握悔恨 有时文字反而是障碍 最前 再到第八段 声音B 伽利略将星辰坐落 集中在他修长的管境中 然而 物体和距离 他知道 无不比例缩小 相对于 疗凶的实际 你的诗 本身的确 只发现特定细节 果敢的心 通过阅读策略 再回 角色A 狂妄的阅读 适合颠覆 高岛的书写 阴潮的刚风 不能回溯 那脉络体会 所以一曲 将精致的诸 解构 摧毁 最后一段 角色B的身影 诗本身 不仅发现 特定的细节 果敢的心 通过机灵的阅读策略 将你的遭遇 和思维 一一扩大 渲染 与时间 共同延续 至永远 展开无限 你终于警觉 唯诗真理 是真理规范时间 这单数段 说我 双数段 说你 单数段 用非常抽象的语言 来谈诗 双数段 则指涉 具体的现象 和事物 单数段 逐渐朝向 负面的排除 去检讨 双数段 则呈现 诗的正面成就 这就是 同样的这位诗人 当然这诗人 就是杨木 他化身 像是 Gemini 也就是 双子作伴的分裂 借此来论诗 将诗的创作 和追寻 带到了一个 介于 世俗和超越 人间和宇宙 暧昧恍惚的境地里 我们因而 懂得了诗 或者是 因而心甘情愿 承认 我们不懂诗 也不需要懂 最后 魏大选的 第十首诗 他的标题 是 云州 凡叙诗 都已经试探过 在群星 后面 我们心中雪亮 势必前往的 地方 大城 洁白的风帆 或 那边 已经等候着的 大天使的翅膀 早年 是有预言 这样说 透过 孤寒的文本 其实都将在歌声里 被接走 傍晚的天色 稳定的气流 微微 颤动的云州上 一直 喜悦的灵魂 选择首诗 也有特别的道理 那就是 前面提到了 2020年3月 这关键的时刻 诗人阳目 她病重 在最终离世之前 夏英英夫人 就在踏前 为她迎送 云州 这首诗 诗里面描述 在群星 后面 我们心中雪亮 势必前往的 地方 傍晚 在空中浮现出 微微 颤动的云州 最重要的是 如此 简洁干净的 让我们看到 那云州上 坐着一只 喜悦的灵魂 就呼应了 在我为大家 选的第一首诗 那就是 16岁的时候 杨木所写的 《归来》 诗里面说 没有晚云 信信然的离去 没有叮咛 不会有 猥亵的恋情 不会有仇 他的诗 《归来》 一开头 就写到了 云 没有晚云 信信然的离去 而这最后的 这首诗 在他的病态前 他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他所听到的声音 送念着他自己写的 云州这首诗 从云开始的 最后是在云中结束 而他的灵魂 也就似乎 从这样的声音当中 在云中远扬 所以我用这种方式 选了十首诗 这十首诗 从十六岁最早的时候 一直到象征代表 杨牧离开世界的 最后的时刻 在这十首诗里面 希望大家可以体会 杨牧作为一位诗人 他特殊的风格 特殊的音乐 特殊的声音 还有 那绝对没有任何人 可以复制 可以抄袭 可以仿效的 意向经营 将中文推到了一个 真的是美汉哲理的 特殊高度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造大书 本节目以太北狂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继续为大家直播杨牧全集的专辑 杨牧全集30卷 刚刚有红饭书店出版 在全集当中有非常特别的 那是别卷 别卷其中有一部分就收录了 杨牧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的私人信件 让我们对于杨牧的生活 以及杨牧的思考 有了另外一个切入点 看到了另外一幅生命的风景 在别卷的书信当中 有特别的那是杨牧写给亚轩的信 而在2023年红饭书店的叶不容 他除了整理了杨牧写给亚轩的信 他也同时编较了亚轩写给亚牧的信 在编较后集当中 叶先他就写着亚轩和亚牧出建于1959年 那一年亚轩27岁 亚牧则只有19岁 所以一算两个人之间有60多年的交往 一直到2020年 亚牧去世 情投手足 鱼艳不断 早年曾经互勉 如果不能够做伟大诗人 愿意做伟大的朋友 大诗人一辈子的友情 他们都做到了 两位都是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现代诗人 而我在读两个人的书信的时候 读到的就不只是单纯两位诗人之间的友谊 更有具备高度历史价值 这是两位战友 在台湾的特殊环境当中 为了文学跟文化奋力并肩作战的那一面 例如搜在《拳击》里 杨牧写给亚轩的第二封信 我们看到这影印的原稿 原信纸上杨杨杨杨写了六页的长信 那是和亚轩讨论关于创世纪试刊 杨牧他当然关切 创世纪刊载了哪一些人的哪些作品 然而引发他那个时候在金门 写长信这个动机 是来自于一个念头 他就跟亚轩建议 应该将原本的《创世纪》诗刊 这是诗杂志 转型成为文学艺术杂志 以便吸引读者 让读者因为 例如说 为了要读小说 买小说而买诗 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他说 这有点像天主教在教堂里 发旧期面粉 这两位他们的书简 一共跨越了 从1960年到1997年 长达37年的时间 其中有一个明确贯穿的主轴 那就是关于文学编辑工作上的讨论 在这段时间当中 亚轩他先后担任创世纪 又是文艺联合复旦的主编的职务 而不遑多让 杨木叶十字参与了 杏草丛书 红饭丛书的出版事务 而两个人 再加上叶不容和沈彦氏 合作创办了红饭书店 之后需要有叙叙多多的安排讨论 更是占了两个人通信当中最大的篇幅 红饭书店在台湾出版史上 称之为吴晓其中的一个出版社 其他四家分别是 纯文学、大帝、九哥、俄亚 这吴晓见证了台湾文学出版的风华年代 让人最为津津乐道的 是在连锁书店崛起之前 那个时候 邮播、邮购仍然是书籍 主要销售的管道之一 再加上那个时候 报纸复刊强势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所以这几家品质有口碑的出版社 往往只需要在报上刊登 新书资讯广告 话播订单就源源涌入 让出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显然 在当时的文学出版现场 情况也没有那么样的轻松 在杨木跟亚璇往来信件当中 就表示了 约书稿就有多重的困难 亚璇说 台北出版社把几位状况好的作家拉得很紧 作家一旦被拉住 我们就很难约书 作品好又有好票房的作家不躲 依目前情况大概不到20个人 而如果能够约到稿子的作家 就有可能遭遇各种困难 其中一种是作家对于 例如说 版税的要求 还要处理作家之间的恩怨牵扯 另外还有一种 那是来自于政治检查的干扰 关于作家之间的恩怨牵扯 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红犯当时要争取 阎原署在报纸连载的 离台百日出版 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亚璇写给杨木的信里就说 离台百日的连载 在中华日报看出之后 刘少敏 他比名二产 他也是红犯的作者 曾经写信给阎原署小语大义 认为离台百日这个文章 有待在家斟酌的地方很多 这本来出自于善意 哪晓得 阎原署就给了刘少敏写一封信 信里面把刘少敏骂了一顿 不但不听确告 反而对刘少敏表示愤怒 他就说 我的离台百日和你的二产邮寄 这都是混稿废的作品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的离台百日呢 或者是像是 杨木 他在专栏文章当中 曾经批评 无名氏 这一位小说家 就让亚轩感到为难 亚轩写了信 给杨木 特别诚恳的劝告 他说 你我在台湾 有事业 值得就是 红饭书店 不宜树敌啊 应该广结善缘 当然 写专栏就得要批评 不温不火的文章 这是相远的流水账 谁会去看 也有愧知识分子 善尽严则的指手 这我完全了解 但我希望你以后维闻 最好不要针对某一个人 而应该是向不良的现象 落后保守的观念开个道 否则 多开罪一个人 就会使得 叶不容 和我的工作 多一重困难 再稍微早一点 亚璇定外一封信 就转达了 林海英要将 杨沐为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本书 这是从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 写的序 序文当中 要删去一段 显然 亚璇是同意 林海英的判断 所以他心里就说 倒不是因为 珊珊值不值得骂的问题 而是好好的一篇文章当中 突出了一块 很别扭 显得文章不够大气了 这两个人 杨沐跟亚璇 在台湾有事业 但是呢 杨沐长期住在美国 他就比较不受 人情跟政治的拘职 明显 在这方面 跟亚璇 他所遭到的状况 并不在同样的等次 所以亚璇就在心里抱怨 张细国的书 有严重顾虑 昨天高兴江说 有关单位已经下令 禁止他作品的流传 这个公式是高兴江亲眼看到的 另外 联合报马各也收到禁止 张细国文章留步的文件 所以你为张细国的书 缩写了序 他们也决定不等了 书呢 因为箭在悬上 非应不可 否则 红犯是会被拖垮的 我不明白 张细国在海外 搞那党子破政治 看什么呢 搞不出名堂的 有那个精神 还不如回台湾 共同建设这个地方吧 那是因为张细国 当时在海外 参与了保调 所以他的文章 就在台湾 有了政治上面的机会 还有更夸张的事情 发生在 要处理王文新书稿 杨牧跟亚璇 之所以能够有 一辈子的友情 很重要的因素 使这两个人的文学品味 始终很接近 特别是亚璇 非常了解 并且尊重 杨牧的评价判断 并且在这方面 受杨牧相当的影响 早年两个人 都对台湾现代师 过度的现代性发展 感觉到无法认同 杨牧就在信里说 创世纪大体说来 仍然走的是老路子 我觉得可以用 腐败的现代诗来形容 表面上奋面阴阳 实则仍然在 现代的蛊惑下 死气沉沉 惹人厌烦而已 古代的东西 固然是成就了一些 但比现代的东西 和气一些 也有趣的多了 记得洛夫曾经写文章说 我最大的享受 是读现代诗 杨牧就倒过来说 我有时候觉得 最受罪的 就是读今天台湾的 现代诗 得到了这封信 雅萱的回应是 在文学看法上 也许我受了你的影响 也许是我本身 趋于成熟 我反对 莫名其妙的心 来信提到 现代诗 怪语腐败二字 我有同感 老实说 我早已经厌烦了 这一堆辅居 而渴望读到 具有性情的作品 但是没有 人人都在造句子 我们是不是 心得太过分了 交往过程的 象征主义 和技巧主义 已经把我们的诗刊 搞得不像样子 如果这样下去 我宁可回到 爱情和田间 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风格 而他们两个人 都非常欣赏 王文心在小说上 独树一致的成就 可是 王文心 当时 却被 国文学界 群起工资 以至于 要出版 王文心的作品 又惹来了 许许多多的麻烦 这就是 我们看到 杨物全集 他所具备 所带有的特殊意义 因为在这里 留下了 许多重要的资料 那就不只是 关于杨木 还关于 杨木活跃的 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的 台湾文学界 杨木是 关键的 中心人物 所以环绕着杨木 我们几感动于 他带人 在写信当中 那样一种 真性情 真情义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就可以 清楚的感受 清楚的回顾 台湾文学 那艰难的过程 是如何 一步一步 牵扯到这么多人 走过来的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都会再见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